嘿,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课堂,我是修康 很多人在刚接触苹果电脑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插入移动硬盘,发现里面的文件只能读取却无法写入或者修改 其实发生这样的问题,原因挺让人无语的 那就是因为你的移动硬盘格式是NTFS 这个格式是Windows系统特有的格式,在麦克里面兼容性不好 所以只能读取却无法修改 既然知道了原因,那就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有人选择把这个词盘转换成苹果支持的格式 比如麦克OS扩展或者ATFS 这样在苹果系统里面虽然没问题了,很流畅 但是一旦切换到Windows,它不仅是不能修改 连读取都无法读取了,所以兼容性也成了问题 那么有没有两个系统都兼容的格式呢? 有 第一个是FAT32 FAT32是非常成熟,非常稳定的一个磁盘格式 在苹果和Windows系统里面都能兼容 但是因为它太过于成熟了 如果单个文件的容量大于4G 那么它既无法识别也无法存入 所以这个结果,PASS 另外一个格式叫做EXFAT 它不仅在两个系统里面可以兼容 并且能识别单个容量大于4G的文件 那么问题就此解决了吗? 唉,并没有 我多么希望问题就此解决大家相安无事 但是呢,这个EXFAT它是没有日制文件的 一旦断电,你就很有可能出现文件的丢失 甚至整个磁盘挥掉无法读取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断电呢? 其实非常常见 比如没有安全退出 这个你们肯定遇到过吧 或者是线缆被碰掉了 断开了连接 所以虽然很多人在用这个EXFAT的格式 但是在修康这里是不推荐的 PASS 而且啊,无论你使用的是MacOS自己的格式 还是兼容的FAT32 EXFAT 也只是把自己的这一块单独的硬盘兼容性解决了 如果是别人拿着硬盘要往你电脑里面拷贝资料 啊哦,尴尬的情况又发生了 还是又掉到这个问题里面 所以在遇到这种NTFS磁盘格式兼容性问题的时候 修康推荐安装第三方软件 不需要对你的磁盘做任何的更改 在软件安装成功之后的一瞬间 你就获得了这种兼容性的保障 那么市面上最常见的两个软件 一个是Texera 一个是Paragon 铺垫了那么久 总算进入了今天的正题 这两个软件因为是收费软件 所以我们选择哪一个更好呢 换做之前啊 我会毫不犹豫地向大家推荐Texera 因为首先它们俩的价格 虽然在官网上都是接近的150左右 但是呢,在国内的一些第三方软件上来平台 比如数码荔枝 售价只要99块钱 而Paragon呢 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在哪里做过活动 都是按照原价在卖 所以Texera第一更便宜 而且你买的这个版本呢 是可以无限的免费的升级的 而Paragon呢 根据大家以往的经验 只能免费升级一代 Paragon呢界面非常的优美 很有苹果的范儿 但是它有三个界面 很多功能分散在这三个界面中 操作起来逻辑是不连贯的 而与之恰恰相反的是 Texera在安装完成后 它的主要界面全部都隐藏在系统偏好设置中 你就像安装的一个插件一样 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到底是什么给了Paragon勇气来跟Texera竞争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进入了Paragon的官网 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果然被我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在他们的官网呢 有看到一个比较图 这是在读取普通的HDD移动硬盘时候的测试结果 其中蓝色的线条代表的是Paragon 而黄色的线条代表的是竞争对手 虽然没有直接说是Texera 我菜也罢就不离食了 普通硬盘的读解速度差别不大 但是换到SSD硬盘上阵的时候 这个速度曲线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黄色的曲线完全白下阵来 为了印证这个黄色的曲线就是Texera 我又在谷歌上面搜索相关的资料 找到了一个数码博主自己的对比数据 在上一代老版本中 两个转件的性能差距不大 SSD上的读写Paragon劣胜一筹 而现在最新的版本中 Paragon SSD的读写性能暴涨了75% 从170Mbps的读写升级到了400Mbps Texera虽然性能也已经翻倍 但是仍然差距很明显 在传统的HDD硬盘测试中 两环软件又打成了平手 这就印证了之前Paragon官网看到的曲线图 Paragon对NTFS这格式的SSD硬盘读写速度 明显优于Texera 搜集了资料 有了理论支持 我就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套理论了 首先插入一个SSD硬盘 测试一下默认的MacOS格式速度如何 然后把它格式化成为NTFS 在电脑里面安装Texera和Paragon 单独启动其中一个测速获得对应的数值 通过实践测试证明了我在网上搜集的数据 我可以有信心的跟大家讲 这一代Paragon对NTFS SSD硬盘的读写速度要强于Texera 下面是总结 也是选购的建议 如果你只是想解决Mac读取NTFS词盘的痛点 手头的设备又都是U盘和传统的移动硬盘 或者是你读取SSD固态硬盘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那么Texera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需要频繁的读取NTFS格式的SSD固态硬盘 那么Paragon绝对能大大的提升你的效率的 最后我再分享一下使用这两款软件的一个小贴士 在安装了这些软件之后 NTFS格式的硬盘在Mac里面是可以读取和写入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把它加入Spotlight 就是聚焦搜索的搜索范围 这些功能并不是默认开启的 Paragon里面有个选项直接勾选 而Texera是把这个功能隐藏了 因为根据它官网的描述 一旦启用了这个功能会拖累系统的速度 可以通过代码把它开启 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酌情是否开启这个功能 好了 本期Mac音乐堂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坚持看到了这里 而且你手头用的正是希捷的硬盘 恭喜你福利来了 在希捷的官网可以免费领取Paragon for Mac的版本 直接下载使用 解决了这块硬盘的监督心问题 好了 本期Mac音乐堂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班尝诱